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本期我们将深入探讨即将开盘的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华尔街主要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市场情绪高涨 期货显示ASX有望强劲开盘 然而来自中国的刺激计划却让投资者心中充满疑虑 缺乏具体细节的消息可能会对市场情绪造成负面影响 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动向对其他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 尽管如此 ASX的投资者仍在寻找增长潜力 特别是在科技 可再生能源和医疗健康等领域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 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 并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 同时我们还将介绍一些华尔街顶级分析师推荐的股息股票 这些股票不仅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还展现出良好的市场前景 像AT&T Realty Income和麦当劳这些公司的股息吸引力 无意为投资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选择 总的来说 ASX的开盘前景仍然乐观 但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投资者们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将是成功投资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股市分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来自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和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 以及影响这些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 这些分析基于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悉尼先驱晨报和CNBC的最新报道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上周五的华尔街 由于美国银行和金融业绩超出预期 主要指数创下了新的历史高点 这一消息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活力 尤其是对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来说 似乎是一个强劲开盘的信号 期货交易显示 ASX开盘将有不错的表现 投资者对市场未来的走势持乐观态度 然而与此同时 来自中国的消息却稍显令人失望 中国政府在一个关键的经济复苏时刻 宣布了一项新的刺激计划 但市场参与者对这项计划的细节感到不满 许多人希望新的刺激措施 能够带来明确的方向和更多的支持 但实际情况却是细节缺乏 实施方案不明确 这种不确定性或将影响ASX的表现 动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 在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动向对其他国家的市场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政策变化常常引发连锁反应 去年中国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曾提振了全球市场 而这次的不确定性则促使人们 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 对于关注ASX的投资者而言 尽管面临挑战 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迹象 尽管刺激计划的细节上不明确 但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依然强劲 为全球供应链的恢复提供了支持 与此同时 ASX的投资者也在积极寻找机会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科技、可再生能源和医疗健康等行业 显示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可能会为ASX带来新的动力 然而在此时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 并灵活调整投资策略 尽管短期内 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负面消息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 多元化投资组合 可以帮助投资者降低风险 同时抓住市场中的机会 转到美国方面 澳大利亚股市 在经历了华尔街创纪录的一周后 似乎也将迎来上涨的机会 美国大型银行 发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盈利报告 推动了美国股市的上升 期货市场预测 SMP ASX200指数将上涨46点 尽管此前由于矿业 消费品和房地产股票的疲软 本地股市有所收低 在美国SMP500指数上涨了0.6% 创下历史新高 连续第五周上涨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 同样创下新记录 尽管那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涨幅相对较小 但整体市场情绪仍然乐观 美国银行业的领头羊 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和黑石集团 均因盈利超出预期而股价上扬 然而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股价下跌 则成为市场的拖累因素 这种多元化的市场表现 显示出投资者对于不同领域 和公司的不同预期和策略 最后我们来关注股息股票 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稳定的收入来源变得尤为重要 华尔街顶级分析师推荐的股息股票 如AT&T VOT Income和麦当劳 因其稳定的财务表现和强劲的股息收益率 而备受关注 AT&T 因其在无线和有线订阅增长方面的表现 而被分析师看好 VOT Income 因其高质量的净租赁投资组合 而获得买入评级 麦当劳则凭借其耐用的商业模式 和稳步的股息增长 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 总的来说 尽管全球市场充满不确定性 投资者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机会 通过关注市场动态 灵活调整策略和选择优质股息股票 投资者可以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实现稳定的收益和潜在的资本增值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股市分析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市场分析和投资建议 下次再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ASX准备上涨 但来自中国的失望消息 可能影响情绪 在上周五 华尔街的主要指数 因银行和金融业的业绩超出预期 而创下了新的历史高点 这一消息 为全球市场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特别是对即将开盘的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而言 预示着一个积极的开局 期货交易显示 ASX的开盘可能会相当强劲 投资者对未来的市场表现充满期待 然而 尽管整体市场情绪高涨 来自中国的最新刺激计划 却带来了一点失望 中国政府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 推出了一项刺激措施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细节 许多市场参与者感到不安 担心这可能对ASX的表现 产生负面影响 在全球经济高度互联的今天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经济动向对其他国家的市场 有深远影响 过去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 曾有效提振全球市场 投资者们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数据 和政策动向 希望从中找到经济复苏的兆头 虽然目前的刺激计划细节不够明确 但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仍保持一定强劲 为全球供应链的恢复提供支持 在此背景下 ASX的投资者们也在寻找新的机会 尤其是在科技 可再生能源和医疗健康等领域 这些领域正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 创新和发展 可能为ASX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 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虽然短期内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负面消息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 全球经济复苏仍是大势所趋 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同时把握市场中的机会 可能是应对市场变化的有效策略 ASX在华尔街创纪录的一周后 将上涨 澳大利亚股市在经历了 华尔街创纪录的一周后 面临上涨的机遇 上周因美国大型银行 发布了一系列积极的盈利报告 投资者纷纷推高了美国股市 导致股指创下新高 期货市场预测显示 S&PASX200指数预计将上涨46点 尽管上周本地股市因矿业 消费品和房地产股票的疲软而收低 但美国股市的强劲表现带来了希望 S&P500指数上涨了0.6% 突破了历史新高 连续第五周上涨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409点 涨幅1% 也创下新记录 尽管那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涨幅较小 0.3% 整体市场情绪依然乐观 美国银行业的强劲表现 特别是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等 大型金融机构的超预期盈利 推动了市场的积极情绪 在债券市场上 国债收益率因最新的经济数据 而出现混合走势 生产者支付价格在9月份 同比上涨1.8% 未达到预期 但有所改善 美国消费者情绪的低于预期 也未能阻止市场的乐观情绪 交易员加大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 总体而言 ASX对于全球市场的乐观情绪 尽管面临挑战 但澳大利亚股市可能迎来新的机遇 华尔街顶级分析师 偏爱这些股息股票以获取稳定收入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不确定性下 股息股票成为投资者寻求稳定收入的重要选择 顶级分析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股息股票 这些股票拥有坚实的财务基础 AT&T是全球领先的电信公司 具有优异的股息收益率 分析师看好其在5G和光纤服务的市场领先地位 并预计未来增长潜力可观 AT&T继续在无线和光纤领域扩展 其股息增长和业务稳定性 使其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Realty Income是一家专注于商业房地产的投资信托公司 以每月支付股息而闻名 分析师看好其高质量的净租赁投资组合 该公司在低利率环境下仍显示出竞争优势 麦当劳连续多年提高股息 尽管面临国际市场的挑战 其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增长令人乐观 分析师认为麦当劳的商业模式 在各种经济情境下都能产生稳定的业绩 这些股息股票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 和资本增值的机会 适合在不确定经济环境中寻找稳定收入的投资者 通过关注分析师的推荐 投资者可以更有信心地构建股息投资组合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